当球迷们聊到NBA球员赶场比赛时 可能会想到科比赛被指控强奸那段时期的神奇表现 他当时要在法庭和赛场之间反复奔走 但每次跪来都能打出神奇表现 但在上世纪60年代 胡人另一位球星比科比还能赶场 他就是埃尔金·贝勒 1961-62赛季 贝勒除了胡人球员的身份外 还是一名服役的士兵 所以要到周末才有空兼职去打篮球 贝勒整个赛季只打了48场比赛 而且几乎没怎么跟队友合练过 但即使面临如此不利的情况 他还是打出场军38分19篮板5助攻的神级表现 的确让人震惊 贝勒不仅数据比赛场比赛后来的科比要好看 他的生活条件也比科比差很多 后者可以坐包机住五星级酒店 而贝勒作为美国军队的后备军人 平时都住在军营里 周末请假去打比赛时也只能坐二等舱 还要转机几次才能打到胡人比赛的场地 匆匆忙忙换上球衣后 贝勒要跟世界上最顶级的篮球运动员对抗 看下豪华数据 比赛打完他还得经历来是一样复杂的路线 在周一清晨赶回华盛顿州 继续自己的军人生涯 这样的经历持续了足足六个月